还有一个三级车坡 这不文明 那你会跟他们说吗 我真的看看 真的看看不好说 我一般本来会 如果看到水里阻弹的话我会 但是就是 如果迷的距离比较远的话 我就特意的走过去跟他说 很烟雾的 就瞅他一眼就酸了 觉得这人好像出事太近了 如果是这种小事情 我大概不会怎么做 我会告诉他们要讲究文明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当贴义勇为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成为我们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时候 对身边的这些不文明行为 我们调查中 竟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回答说 不上天劝阻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这次 太痛了 有时候说人家人家也不高兴 要么是不愿 那么很显然 对身边的不文明行为的劝阻 需要勇气 还需要方法得到 那么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呢 谁呢 自己去跟他去耕用一下 去办法 去讲一讲 支援一下 至于说话方式 非常客气 很随会地说一下 说出自己的看法吧 不要去要求 就是说出个人的意见想法 很随意地说 城市文明的每一点进步 都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对我们社会的一些不文明行为 我们不仅要敢于劝阻 更需要我们善于劝阻 这里让我们不妨掏用一句老话 叫做冬至疫情小学以理 我们不妨试试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